乌克兰首都基辅一座科学机构遭到了俄军攻击 官员表示造成了三人死亡 重要港市马利波虽然被围成 但还是奋力与俄罗斯对抗 美国亲资显示 俄军很可能会从亚述海朝马利波开火 总统杰林斯基表示 在俄军大举袭击之后 该国南部城市现在变成一无所有 副总理则是呼吁建立紧急人道走廊 因为有十万名的百姓想要离开 在南部濒临黑海的城市赫尔松 这群民众聚集抗议俄军占领 突然听见炸弹落下的声音 大家迅速逃开 根据乌克兰外交部的资料 该市有三十万人食物跟医疗用品 已快用尽 并指控俄军不让民众撤离至乌克兰控制的领地 总统杰林斯基表示 该国南部城市在俄军的袭击下 现在已经一无所有 而副总理呼吁建立紧急人道走廊 因为有十万名百姓希望离开 13车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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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城 但对社区造成大规模破坏 而目前处于宵禁状态的首都基辅 西北方这座七层楼隶属国家科学院的科学机构遭轰炸 乌克兰国防部一名情报官员表示 从地上这个被销成两半的无人机研判 这波发动的是无人机攻击 目前全国至少有十家医院被完全摧毁 尤其哈尔科夫以及马力波持续苦战 根据乌克兰国民卫队亚素营发布的影片 可见到马力波的工厂及工业大楼发生爆炸 还附带说明俄军正烂炸敌人火力 并对马力波的基础设施投下炸弹 美国一位高级官员表示 俄罗斯很可能从亚素海朝马力波开火 公示新闻黄远玲